《啤梨漫步》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所說的 例如你身上滑梨 肉用甚麼方法去媽媽的肚 為甚麼會有一些是早產呢 其實早產 腰節 或是人工墮胎 在你選擇媽媽的時候 主管 或是神 給你提到的時候 就會向你提到 如果你選擇這個時候 出生的時候 你會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就會消失了 你願不願意 不過 有很多都是願意的 這個我可以分享一個故事 我有一個日本的朋友 他今年七十二歲 我有一次去探望他的時候 他講他的身世給我聽 他說他媽媽 他是大兒子 原來在他有他之前 他媽媽懷過一次人 但是去到七八個月的時候 其實很危險 七八個月的時候 就很不舒服 下體流很多血出來 當時找醫生 醫生說 不行 你留產 很幸運 那媽媽就沒事 但他媽媽就很傷心 剛好 有一個大師 他們住在三重縣 那個大師就去到他的家 請到他家 他家人就希望那個大師 可以安慰一下這位剛剛流產的婦人 他就走過去 捉住他的手 摸他的頭 摸他之後 就跟他說 太太 其實你是不需要傷心的 你應該是慶幸 全部人都摸了嘴 怎樣慶幸呢 他就說 流產的那個靈魂 是一個高級的靈體 你可以當他是神來的 那個高級的靈體 因為他很懷念 在媽媽的肚子裡 那個一剎那 所以他要借你的肚子 給他感受 在媽媽的子宮裡面的溫暖和安全 他現在走了 你下一胎的兒子會很厲害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灰心 那個人是一個很高級的靈體 他會守護你們一家人 你們一家人會很猖誠 你們一家人會很開心 當然他們都是一個比較 在當地來說是一個比較獻黑的家族 他們是養珍珠的 在那個三重園 一個叫鳥宇的地方 他們整家人是養了很多年珍珠的了 我就聽了這個故事 聽了這個故事之後我就覺得 原來有一些高級的靈體 會想有這樣的感受 但我就在想 究竟那個高級的靈體 有沒有想到別人的感受呢 如果那個人沒有一個大師來跟他說明 那人真的會很傷心的 或者那個人的身體可能會很虛弱的 但是這個是我其中聽過一個故事 是聽完這個故事 我都會覺得某程度上是可以釋懷的 那就是說有一些靈體呢 他們是想體驗了這一點東西 出不了勢 他們都想體驗了 那我有一件事是漏了的 就是在左邊那裏有紅 黃 藍 紫這四個點 是 當你計劃完你那個人生計劃的時候 由於有些經驗是比較淺的 那我去到地球做些什麼好呢 那你就會被他帶去這四個點那裏 有一個穿著好像火車那些制服的人就會站在那裏 好了 大家過來 大家可以選擇你的專長的 譬如你想運動很厲害的 去紅色那點 如果你想藝術很厲害的 去黃色那點 你想做生意很厲害的 去藍色那點 你想做一個很盡忠職手的drip人士 去紫色那點 有很多東西給你學的 那你學完之後 這些就成為你所謂的天份 為何有些小朋友幾歲 他可以彈到一首很厲害的交響樂 為何有些什麼天份都沒有 有些是不想學 例如我那樣 我就沒有天份 所以可能我在計劃的時候 可能我覺得寫得比較簡單 我沒有寫得很詳細的 但是我有一件事我自己感受到是什麼 就是人和人之間的相遇 我經常跟台長聊天 我都說 如果我早半年或早一年 或者遲半年 遲一年 跟台長我們一起做節目 我猜他未必肯騷擾 因為我看到他 他拒絕很多人 所以我覺得 有一個時刻 你會跟某些人的相遇 我認為 好像已經是 一早已經計劃好了 你早不遲遲 是去到那一刻才遇到為什麼 我經常都會問為什麼 我不知道你和你太太的緣份是怎樣 我和我太太 我們都覺得是這樣的 又是前不遲 早不遲 剛剛在那個時刻遇到 經過很久的發展 就成為了夫妻 我覺得如果那一天見不到 可能就沒有了 但這些是怎樣 決定什麼時候 如果我早五年遇到你 現在我就跟你結婚 不是現在那個男人 所以某程度上 我覺得他這個繪本 他講的這個 是跟那個平衡時空 有少少這麼多不穩合 因為平衡時空 假設你剛才你說的 就是說 在不同圍到的南康症 有可能 都不同的太太 有這樣的可能 可能有很多個平衡宇宙都一樣 但在有些宇宙是不一樣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那這就是不糟糕 你要想幾多個 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 是一個這樣的天堂 就負責一個平衡宇宙 OK 如果是另外一個平衡宇宙 可能就去另外一個天堂 好了 剛才又講回 可不可以在不同的天堂穿梭 可以在不同的天堂穿梭 他這個沒有提到的 但是我個人個人認為 可能是同時間 那個靈魂會有很多不同的分身 在很多不同的圍道 哇 同時期 都是決定要做什麼 但可能他們的決定 是不一樣的 就很煩 好了 剛才我們就講到 就是說 是降生成為人之前 就是要喝那碗 那為什麼會有些小朋友 會記得回來的呢 就是原來他們是可以偷偷地不喝的 是 是 他們出生的那些人 就是他們講回這個故事出來的那些小朋友 異口同聲 如果要講回這個數字出來 我都覺得很驚人的 他這個博士是訪問了 一萬個家長和小朋友 是集合了一萬人的數據 就寫這本繪本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說他作故事也好 怎樣也好 那你都要給他一點掌聲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寫到這樣 都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你都要用一段 比較長一點的時間去 他用什麼因素決定 去訪問 就是說 他那些媽媽跟醫生說 我兒子跟我說 他在那個肚子裡面又怎樣 你出生之前 我在那個雲上面那個地方又怎樣 好了 那他呢 有很多小朋友 就不喝那碗湯 就是不知是出於好奇 還是跳皮 那就不喝 就直接出生的時候 他們去到六歲之前 都可以還記得 他們在媽媽的肚子 甚至乎在那個雲上面那個國家 在那個地方是怎樣生活的 或者他怎樣跟其他人相處的 好了 再經歷那一段比較長一點的時間的時候 有些不同的數據出來 那麼有些小朋友就說出來 為什麼他不喝呢 不喝那個目的就是說 他去跟他媽媽 就是為什麼他來見他媽媽 他是有一些特別的原因 有一些是說 因為他在那個大的螢光幕那裡 就是選媽媽的 那麼他會看平常媽媽的三個片段 譬如我好記得有一個是 就是我自己都很感動的 就是說他見到有一位 二十七八歲的女士 經常都一個人 公司的同事又不喜歡跟他玩 家人又不是很喜歡他 那男朋友又對他不是那麼好 但是他很喜歡一個男朋友的 那麼他就覺得 第一他跟他覺得好像很親切那樣 第二他希望呢 他做到他兒子的時候 他可以令到他媽媽開心 令到他快樂 他就是因為基於一個這麼簡單的原因 就連那個計劃書 他都不可以怎樣寫 那個計劃書就是寫著 令到媽媽快樂 然後就去了他的肚子 就做了他的兒子 然後他就把這件事 說出來給醫生聽 我看到那段的時候 我自己都很感動 他就說 媽媽是一個性格比較孤僻的 可能基於他過往的經驗 會比較負面一點點 因為沒有什麼人愛惜他 所以他會 所以見到媽媽一個人 他就會 譬如擠媽媽 假裝鬼念 說的話哄媽媽 媽媽 因為這樣 人就變得開心了 其實 不喝這湯 一定是有原因的 但為什麼六歲之後 又忘記了 他這裏就沒有什麼 怎麼說 但是他就基於說 人去到六歲的時候 腦子發展得很快 有一些記憶 就等於我們平時 每一天走出街 我們每一天走出街 可能會見到幾百個人 但是腦子是不會把這些東西 很特別地記住的 他會藏在一個很隱蔽的地方 如果不做催眠 或者晚上發望的時候 基本上是見不到這些人 所以他們懷疑 這種記憶 都會跟這種處理記憶體的方法 是接近的 即是說這些不再需要在腦子裡 作為一個主要的記憶 就將它隱藏 或者將它藏起來 為什麼我見到這張圖直珠 是的 他就說 他說在天堂上是沒有珠的 但是他說 有一些人的樣子就好像 那個 釋迦茅 是的 他這個 旁邊會畫很多很細微的東西 令到你覺得 整個圖好像很豐富 好了 這個圖中間 上面有一個藍色 中間一個圈 這個就是地球 噢 這樣影響一局 是的 他們可以選擇在不同時代的地球 是的 你覺得那個時代的地球很漂亮 你很想去看 那你就在那個板上再調教 那個年代的阿媽 那又是怎樣的 有些人會選擇做太假的 不然 我想都是這樣的 他選擇那個時代 有那個時代特色的背景 那就是可能呢 譬如你選擇在現代的香港 就是做那個太監是不同的 就是不用閹 雖然做的事情可能差不多 但是不用閹 所以他就是想體驗一下 如果沒有珠珠珠的人生會是怎樣 哈哈哈哈 那如果沒有珠珠珠的時候 原來那個日子是會這樣的 那我想如果你說 在一個靈魂層面上面 可能都是一個特別的體驗 但是這些 我個人認爲 都要有幫忙掌握一下吉士才能做到 打招雞 譬如我想選擇做皇帝 應該有很多個 但是皇帝實際上數目很少 然後做那些什麼 囚犯 做多 做妓女 黑衣 那些多很多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麼多人不想自由他自己 這一幅圖裏面沒有講的 我看他的本書 我有買他的本書 他本書裏面 其中一個小朋友 他有提到 他說他 那個小朋友是出生一個 比較富裕一點的家 他就說他在離地球之前 有另外一個靈魂 將他胸口那些積分 都送給他 所以他才選擇這個媽媽 好了 我憑著這一點 我估計 應該 如果按照剛才我們那個理論 我當然想做皇帝的兒子 我當然想做李嘉誠的兒子 就是想想一些比較優越的生活 我認為 譬如你做皇子 做皇帝這些 應該是非常多人爭的 如果你沒有那個程度 或者你沒有那個條件 基本上 你沒有可能達到 做到那樣的 即沒有那個分數 你沒有那個條件 沒有那個分數 或者沒有那個能量 你做不到的 但如果你做過很多能量 那你怎樣拿到那些能量呢 所以我認為 如果他講得好像很自由 那樣 哪個媽媽你都可以選 但是你要有那麼上一條件 你才可以選到 你自己心目中最想選的那個 分數是怎麼重的 這個呢 他就沒有說的 但如果 我們看回那個靈魂其餘的那裏 可能你要比較清楚 即是說 有幾個類型的 就是燈 你穿小的燈 那你就有那些分數 那你積積在那些分數 那你積積在那些分數 你就可以在下一輩子的時候 挑戰更加高的難度 或者你做一個 可能很多人想排隊 但不是每個人 想做得到的經驗 那樣 即是可能你要做多 十輩子 五輩子 他太高 才能夠分數 做一輩子 他有錢人 可能譬如說 他做很多次窮人 又幫很多窮人 然後呢 好了 你又反過來 如果譬如我做一個 很自私的有錢人 那我的體驗又是怎樣的呢 那就可能讓你試一次 但可能你試完一次之後 你用了很多分數 然後你下一次 可能你又要重新再做 這個我猜的 但我認為 這個比較合理 因為如果真的 是毫無條件被人選擇的時候 我想那些窮人一定是被人選擇的 就是了 如果不是 我想 不是那麼多人 會體驗到一些 比較現實一些 但可不可以選擇 我做隻貓 做隻狗 做細菌 他這本書裡面 他是沒有說的 但是如果我看開 某一派的那個學說 是跟佛教他們不同的 他說人的靈魂 一旦做了人之後 是沒什麼可能 會再做動物或植物的 他說如果你說 可能是做過很多小動物 跟著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升到一些什麼 level 就可能可以做人 但做了人 就不會去做動物的 所以這裏就跟佛教 或者是某一些 是不是 密教那些 即是他們說 六道輪迴 可能你做什麼 畜生道 這樣 可能這裏就跟他們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那儲婚會不會 整個積福 這些都算是儲婚 我想這裏都是其中一樣的 做壞事就是 如果我們在這些 叫做新心靈學裏面 所有好事 充滿愛的東西 那個鎮頓頻率是比較高的 那就是說 你越做得多 令人的頻率變高的東西 可能你就會有所謂 叫做 可能有多些分 那你的人的分都高些 那你就可以選擇 一些高層次 譬如 假設 我當我想做得難修女 這樣算 但是 你都沒有這樣的愛心 你又怎樣做得多難修女呢 所以 我想應該是 要去到某一個很厲害的層次 或者試過真的很多次的了 已經做過很多次 很厲害的那些 就是幫助人的一些 叫做 惑毀人 或者一些受人禁壤的人物 就可以再升一個層次 做一些更加可以幫得多人的一些體驗 嗯 嘩 今天就是這張圖了 嘩 正啊 其實呢 還有下款的 不過呢 我們留下一次再說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不是有些小朋友說 要來保護她媽媽的 是呀 為什麼 這麼多 有幾千個小朋友 都說要在這段時間 來地球保護她媽媽呢 原來是有一個原因的 那這個原因 就留下一次再說了 好 就是這樣了 不知道大家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